大伙都看见就是一气下力 其实在我刚进入这个 这个工厂的时候 他的收入基本上是 铁士平均工资水平的 三倍以上吧 所以就是给我的回报 还是非常可观的 这个能一直维持 就是相对比较轻松的 这种假听状态吧 这个我想问您一问题啊 都说五十知天命 您跟我们分享分享 这知天命是一种什么感受 其实我不认为 有舔命这么一说 所谓的舔命即便有 也不是人可治的 到了这个阶段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个 凡似的想法 会想自己静下来 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 就是2018年50岁嘛 然后我就决定 给自己放一下假 从2018年到2020年 一直就自己在家待着 我就觉得 就是第一 自己本身没有什么特长 第二就是从事了 将近三十年的行业呢 也没有什么热情 我想就是 我肯定不能五十岁 就什么也不干了 我也没到那种 财富自由的程度 是吧 在这个阶段 我就想什么呢 我就 我前五十年 哪些东西 让我最自卑 让我最觉得 完全不可能突破的 就是我就想 去试着尝试一下 你看 你嘴上说不要 身体很诚实 你这不还是想明白了吗 想不明白的人 根本都不会去梳理 前五十年有哪些不足 从现实的职场中间呢 就二十岁到三十岁 尽量去找一个 好的师傅和好的公司 能够培育 自个儿身扎的专业 三十以后不学艺嘛 对吧 三十到四十呢 尽量按自己的尝试 想去勇敢地 去试试自己的兴趣所在 这个时候就去努力试试 四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呢 尽量只做自个儿 擅长的事 因为你任何的 换杆啊换行啊 都可能导致你 诃唱一下回到解放前 对吧 五十岁之后呢 就努力培育年轻人 让更好的伙伴 因为你的经验嘛 能够跟他互补嘛 能够服予他 减少摸索成本嘛 这个可能是 五十岁的一个阶段 尚丰 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 今年本明年 你有没有想过 自己在五十岁要干啥呀 我五十岁 肯定就是继续坚持 这个行业啊 这一辈子就干这个人才啊 好 我再问你一下 石头刚才说的 就从你目前 经过的阶段来说 他说的你做了吗 石头哥说了好多东西 我也听不懂 我感觉石头哥过时了 那是处成 处老 照三十以后不学一 那他不用创造今天的辉煌了 这个心理年龄啊 是不太一样的 对吧 所以石头哥 你这个东西不能乱套 他其实心太年轻 并不是一个弱点在这 石头哥讲的那些事 你没做的话 其实也不要紧 你只要现在开始抓紧来做 但是不要那种 好像就 就就就无所事事的样子